大家好,大家就好亮亮就可以 我之前應該都一直都講GG Part 2,沒有講別的 今天就是繼續來講GG Part 2 可以叫你這樣嗎? 也是可以的 這是我第一次報告投影片 然後那時候有說 假如說你今天要畫的是 你今天要畫一個Curve 然後就是 你可以定義 就是X 然後你定義它一個Function 就是X要怎麼丟一個值出來 那你就可以畫一條曲線出來 然後就是 在 在R裡面呢,最常用的就是 Curve 這樣就可以畫 然後你這邊假如給它一個Function 然後它就可以把 這Function的X把值算出來之後 然後就畫在螢幕上 可是之前 之前在講GG Part 2的時候 有說,假如說你要畫很多條線 例如說你今天有不同的機率分佈之類 然後你想畫很多條線 然後畫在同一個圖裡面的話 這GG Part 2好像沒有很好的解法 那今天就是跟大家講 就是我已經知道解法了 今天來看一下傳統做法 傳統做法大概就是 你今天圖畫的時候 你不要讓它洗掉 你就加個add等於出 這樣的話就可以畫第一條線第二條線 所以就畫在右邊這個圖 然後如果今天 我們是要用GG Part畫的話 就是會有一點hack 就是一般我們 GG Part畫的時候你要告訴它 Data來源 那你這邊可以先不給它Data來源 然後你在畫圖的時候 你除了傳給它 X的範圍之外 然後你再傳給它一個Factor的值 就是例如說第一條線就給它Factor1 然後第二條線就給它Factor2 然後它畫圖是用StateFunction這個東西去畫 然後後面的Function就指定到不同的Function去 那這邊的話 你現在就有一個 你現在就有一個就是G 然後你再把 例如說你把Color設成是G 那這樣的話兩條線的顏色就會不一樣 做起來大概就像這樣 所以你就可以把兩條線畫來洗 就是以上的Lighting Talk